好,我们现在来介绍的是 tangent跟cotangent的微分 它的微分的话呢 我们要知道tangent的微分是second平方 我们要记下来 cotangent的话呢比较少用 它是负的cosecond平方 那我们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证明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这怎么证呢 tangent的话呢 我们要知道的话呢 tangent的x 根据三角函数的定义的话呢 它是可以有一个双数的关系 是sine x 除以cosine x 那现在我们来看看tangent的微分 tangent的微分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这样写了 根据 微分的这个叫做除法的微分公式 底下是平方 然后呢 我们的公式是上面微分 下面不为 来上面微分是多少呢 sine的微分是 我们证明过了 是cosine x 底下不为 再来一个cosine x 这边来一个负号 然后再过来的话呢 是上面的话呢 就不微分 再来一个底下微分 cosine x的微分是 负sine x 那负号的话呢 丢在前面好了 负号丢在前面 那我们就可以把它写成 这个负号就会变成正的 那么各位同学看 cosine平方加sine平方 是多少呢 是横等式为1 于是的话呢 我们这边的答案是 cosine的平方x分之1 这样子的话呢 各位同学 我们已经做到了 可是这样的写法的话呢 很多人认为说 这样的写法 他觉得写的有分数 看起来不习惯 那么我们知道 cosine分之1是什么呢 是second x 我们就变成second的平方x 这就是我们tangent的微分 是second平方的做法 那么cotangent的微分 是怎么做呢 那各位同学的话呢 我们的话呢 其实可以留给同学来练习 cotangent的话呢 各位同学的话呢 一样的做法 我们的话呢 这边就只是做一半就可以了 cotangent的微分 其实就是cosine 因为的话呢 cotangent就是tangent的导数 所以是cosine除以sinex 那么根据后边 一样的底下平方 上面为分 下面不为分 减掉上面不为 下面为 我们的话呢 就知道 经过了一个运算之后 我们可以知道 它是负的 sine的平方x分之1 这个我们经过计算的话呢 同学可以不妨试试看 那这个的结果就是 写成比较简单的写法 就是负的cosecond的平方x 那么我们大概的话呢 介绍到这边